他们不用去考虑了 但你像对于一些最远点的队伍来说 你说这片区域他们很难再过去 那Z城会不会另有其主呢 不好说 你可以讲明白一点 对于谁呢 一起浪或者AG Fox这种队伍 就是说可能确实有点难度啊 包括咱们之前记得这种偏离航线 可能载具问题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你前期能不能小心去规避这个问题 而你像AG Fox一起浪看起来呢 是比较耿直的 因为最终还是选择了 从大概的移动路线上是要往东去的 以及咱们看到有一个队伍 他们怎么好像走了一个不太寻常的路线 可能想先试探一下 再看一下载具 然后并且去一下可能某些无人问津的地方 毕竟我觉得 首先肉点这种事情大家就别想了 目前你肯定看不到的 毕竟现在周积分的压力都顶在各个选手头上的 怎么说赛季赛程都过半了吗 我们要是整个赛季都在肉点 你这最后不好进决赛了 这个圈形 航线虽然 但是这边怎么回事 我就是荡一下看一下 怎么对我动手了呢 还有最后的60发子弹啊 舒凯 哪里把并非擅长打原点的UMP 能扫下来吗 感觉难度会比较大 是的 这个区域肯定还是AG主控的嘛 但是看来载具不保 那应该是要让ACT附近找找一个小蹦蹦啊 或者是什么拿走了 是的 已经从ACT的轨迹上 我们大概判断出来了 他这一局还是要进行一个高飘散 还是要往东侧搜索 从圈形是中部偏东来看的话 也算是压队了吧 他们的空间啊 暂时会变得比较开放 对的 但这个时候我比较在意这个RNG的位置啊 因为首先这个圈形里 我们知道航线的原因 整个右边是个比较空的地方 所以说像一起浪 RNG 以及马上去东部的ACT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前期节奏 但不代表说 没有队伍再回自己家的 是的 相当于就是在航线跟圈形的均匀之下 看起来极端的开场 现在也变得比较温和了 也就是一起浪来说 你可以看到 他们其实在单日的表现里面 还是会给我们很多惊喜的 比如说我们单日的71分 是他们所创下的 但最终呢 他们的成绩是一个趋向平稳的 说白了 他们现在可能是希望 把自己的下限再提高一些 对 其实也有可能一起浪 在试自己的新的阵容环境 都有可能 大家看到NVXQF 这边其实数据来讲 跟上菜节比的话 肯定还是稍微退后了一点 是的 以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在海岛地图的板子 那么在颜色教练 对于蛋糕的一个憧憬之下 可以看到0-8变成了0-9 那这一局又是一个至关重要了 数据变成0-10呢 还是数据变成1-10呢 还是看他们这一局的表现 是的 其实蛋糕的分数 也是咱们比较渴望的嘛 但是除了蛋糕的分数之外 你看秦九今天的分数 就是姚铃仙 他的数据 积分和淘汰 随着上周整体拉过来 但这个时候 芸汐是没有暴露自己 出枪了 直接打 放掉了成C 而Memory看起来 暂时是没有想救成C的意图 因为他知道 再停车 有可能还是要被反打 但是一起浪的队友 应该是在后面 马上就赶过来 芸汐你要跑到哪去 你要跑到TMG的怀抱里去吗 所以咱们看看 这就是新队伍 对于老队伍的冲击 一起浪 本来是落地 搜了一个西侧桥头 但是在这个新的圈形之下 可能是想回到 东侧的老家位置 但是谁知道ACT 他们留了这一手 入水了 游过去 跟队友这边接应一下 你看这边叫什么呢 做完坏事赶紧跑 其实也很有数 是的 你千万不要想象 你能找到我 我在水里呢 这个是 怎么说呢 在这个 打了一下再走的 一个游击战术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 我猜一下 他应该是高散 先看这边一波 酷酷想找机会 再次赌下一枪 有这个圈形 马上都要内啥了 这还没回到家呢 这个圆心赌了一波 酷酷要是再打一个后手 那这个ACT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否真的是老谋深算了 就是要 怎么这里能碰到一个ACT 我觉得一起浪 现在也不太清楚 甚至我不清楚 这个莫奈为什么会突然的摔下来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现在看到一起浪 格斯能不能跑掉这一波 不打投车 对尾车进行一波打击 不过酷酷 你的这个弹药也不太好 省点吧 所以你看打完30发 也不敢再进行一个过多的输出了 以及看到莫奈呢 既然是在一个平地摔倒的 那大概率是跟这个 在载具转移过程中 下车下得比较着急 是的 刚刚那一波没说完 我大概就猜了一下 为什么刚刚会打了一波 换车的节奏呢 应该是 咱们最开始在机场岛 高飘伞下来之后呢 想去拿载具 搜了个野区 但是刚好自己 想去拿载具的时候 听到了一起浪的车声 没错 选择原地一趴 然后趁对方换车的时候 打了一波 就是一起浪跟ACT 两队都把底下的机场岛 当成了一个向东侧搜索的 一个中转站 就是两队正好都想到了一块去 是的 就是你现在这个航线偏离的话 你其实哪里都能搜嘛 我们知道最开始ACT 也是有人落在这个机场岛 北部这块野区的 做一个集合 因为很难一时间 回到整个东部嘛 是的 以及看一下STE的数据啊 那么经历了 刚才这一局啊 他们又拿到了一个 不错的排名分 他们相当于在场均的积分上 是能够更进一层的 只不过对于我们一直以来 对这四个小伙子的了解来说 场均淘汰暂时还没有突破四啊 可能还是需要再接再厉的 是的 包括这边胜利场次 其实有这么一个加持的 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 对ST来说 那个应该就是来自于 本赛季的第一天 开门红嘛 是的 是的 不过这个时候发现 这一把的前期节奏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快很多 现在是回顾一下 4M的一个数据啊 刚才咱们看了那么多 场均淘汰处于这个平均线以下的 到底高的是谁 终于揭晓了 你看场均淘汰五个 相当于每个人的场均淘汰 都是1.25 这平均下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 你的场均淘汰 如果能到1.3 你几乎是一个联盟前十的水平 是的 我们看下这个圈形啊 现在大部分队伍来讲 随着蓝圈的收缩呢 就是中部的占领圈 是比较分散的 嗯 基本上你看到一起浪 也是刚好回到家啊 RNG这边一个分材啊 动作也是比较快 是 所以挺有意思的 相当于就是 在航线跟圈形的稀释一下 两端还是该远就远 那中部还是一个 该先进就先进 所以各个队伍的打法 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 还是能正常的体现出来的 是的 但这个时候 圈形的正中心 我们知道是在兔兔山附近啊 那这个位置来说 顺利比较高的 你肯定是像 1G或者SMG这种队伍 但目前前期 没有看到他们去有什么动作 呃 现在就是因为 他们被迫的 需要转移的时间较长 所以这场比赛的一个爆发点 暂时的被往后推了 对 呃 基本上你没有那种落地啊 像刚才ACT跟一切浪的冲击之下呢 接下来是要打一个 正常的一个常规的模式 是 就你跟上一把这种 圈形相比来说 其实好态度 因为我们上一把 是觉得圈形的推移 让我们不得不去打一波架 是 而且其实看到 因为这一套阵容 就是这15支队伍 是由上周打了周决赛 再延续到今天的 所以相当于 也是他们连续打的 第八场比赛了 各自应该也是比较熟悉 各个战队了 那刚才不熟悉的 已经有所遭遇了 剩下的各个队伍 就在打一个常规的 一个排兵布阵 对 这把其实很多队伍 还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咱们虽然说 后面队伍可以 可以考虑针锋嘛 毕竟你一把回春 但其实如果前期 真的有点 没有把信息做好 或者是冲动了的话 那你这个代价 其实还挺高的 刚才看到AG所占的 一处防区啊 是在我心中 历历在目的场景 就是在上周周决赛的 最后一天 与NVXCRAFT 发生了一个冲突 相当于 也最终左右了 NVXCRAFT 是夺周冠的命运 当然情久 这个时候冲向了Fruit 三人夹一个 四人夹一个 是一个手雷 先逼下对方的走位 但这个时候发现 STE的其他队员 还没有赶过来支援 那 哦应该是赶过来支援 但还在路上 他们趁多长时间 哎呀 一个投掷物品的 一个硬直啊 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 失败的一个空间 但是这个手雷 是先放倒了对方 但是STE选择 哎 队友先在高波上看一眼 哎呦 没想到情久 这波进攻时间 选的非常的及时 因为他应该是 察觉到这个防径 人员不多 大家 快速拿这个分 是的 大家心中的那支 运营州冠军队 情久 在我们这局比赛 也打得非常的主动 果断的在前驱 去抓人 拿双倍淘汰 这个应该也是 他们的一个调整了 他这个时间点 卡得真好 打完这波之后 立马刷圈 就导致STE不敢 再往前去动 是的 相应的 新的圈形之下 哎呦 继续往东啊 那这相当于是 给RNG以及一齐浪 这样远远的 要去坚持 回到自己跳点的队伍 一个更好的机会了 对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整个右边啊 还是一个 比较弱侧的 一个竞圈位置 因为航线是这么飞的 哎 发发反了 不好意思 对 航线是这么飞的 所以说 你两边往窄圈面 去绕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窄顺位 而且一齐浪 你看它回到 这个核电场 基本上 简单搜一下又出来了 所以它的节奏 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说 中部队伍 北部队伍 南部队伍 各自能找到 自己的一个 进圈的路线 但相应的 你看这些 在最强侧位置的 像SMG AG 以及ST等等 就是比较尴尬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比较期待 老干丁怎么动 老干丁 现在你看到 人家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 有几座桥体 我可以做一个 大规模的要行 都是可以的 很多选择 但可能每个选择 都会比较艰难了 而且他们可是要 守住前五的一支 同时看到 现在这一个点上 AG Falk 在自己的老家 歪城附近呢 是想要巩固 自己的站位 哦呦 ELG跟SMG 这一处混战之下 这个时候选择上车走 可能不太明智 反而是让大将军 把剩下的位置 给拉了回来 哦 他可能是想上车 吸一波火力 让将军 直线输出 那这样的 SMG吃了这波 哑巴亏啊 记不记得那天 明明吸引火力 大将军输出 这个大将军总是会让 队员进行一颗影子 特殊战术 特殊地位 迎来了一个 特殊的战术布置 不会是大将军 这个梁子能从上赛 就是有的 经常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 ELG成绩非常高的时候 当时是经常受到 SMG的一个劝退 是 不过这波打完的话 你看 准备一顿刷屏 其他选手可以想了 哎呦 这SMG跟ELG 那基本是 突然附近的争夺 那这一块 基本上 人员上来讲 就比较稀松了 是的 而随着这一个淘汰呢 你看到ELG 一下子拿到了前期 前期的一个满边淘汰 相应的 他们对于前五的争夺 现在充满着希望 而SMG呢 被停留在了第七的位置 对的 而且你看到 其实从积分上来看 老干爹 ACT 26 28 包括你带到 FM25 都非常接近 真的不好说 所以基本上 在中段这几个队 包括DKG 也是一样 很容易随时被抄的 我们看直到第十二名 与第五名的老干爹 也仅仅是九分之差 这甚至到了第十三名 也就是再多那么个 个位数的分数吧 所以真的 我觉得这一局 如果是后部的队伍 能够吃一局蛋糕 再拿下一些淘汰分 完全有机会保送 是的 所以咱们说这把是赛点 那在赛点情况下 有的队伍 他可能就也没有办法 你说这一波 既然打遭遇战了 我只能应接 我不能说 我直接 对吧 后退的话 那其实更要挨打 是 而相应的 其实对于ELG跟SMG来说 他们在周积分总榜上 其实是不乐观的 所以这两支队伍 尽管是上赛季的冤家 尽管刚刚也爆发了一系列团战 但我觉得对于他们两队来说 最好还是能找到一个 和平共处的 发展的一个转移路线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转移呢 其实比较常规的情况下呢 大家也没有太多动作 还在等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转移 你想 洋房在里面 防空洞监狱在里面 包括农场都在里面 是的 那这个时候 随着各个队伍正在排兵布阵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情况 这波将军 基本上是无伤输输 看到没有 但是基本上没有掉血 他没有掉血 他一个人配合Z9 完成了这波 大把输出 就是子弹可能有点不太够 没来及换弹 Z9也为我们体现了一个 年轻人的自信 就是别人就在你五步的位置了 我还敢上我的特斯拉 继续开这辆车 没错 就是这辆黑色的著名特斯拉 以后或许能成为 Z9的个人符号 确实这个坑呢 在FPP模式下 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这块是完全没有视野 当你路过来说 前期没有听点枪声 大概率是以为 这边是没有人的 但你想想 圈里这种好位置 怎么可能没有人呢 所以其实看到前几局 各个队伍对于这种位置的探点 他们会选择一个人先去了解 但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DKG主动贴到了 AGFOX的一侧 近点在妙妙屋只有两个人 99 雪亮也被压制至残血 大拳再被打倒 那这一波的话 DKG现在优势已经渐渐扩大了 86不要着急 配合队友一波输出 这个时候最好能打一波协同 但是86知道原点是有 对吧 99的一个帮助 他在吸火力 是的 但99他不好帮 他刚才一探头立马就被压制住 所以DKG已经了解到了你的位置了 那竞点上还是基本上 你只用打两个人 99想拉回来 但这个时候自己拨限制 哦 这是86的一波 穿烟带走了对方 但是自己有点鲁莽 往前去拉 现在有人跟枪吗 没有人跟枪的话 86可能会被补掉 这个投掷物已经捏好了 同时99也过来了 怎么说呢 补不补 DKG剩下三个人 哦 击倒了99之后 应该AGFOX只剩一人战力 说到778这个时候是个残血 天已经锁定对方位置 直接把AGFOX给带走 但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圈了 所以说没有双倍淘汰分了 是的 但你看天的这个预秒点啊 就精精准准的卡在了头部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爆头 是 他们对这一波的信息把握还挺好的 其实DKG打架是这样的 就是说咱们呢 有很多种打架方式 遭遇战 像刚刚SMG跟ELG属于遭遇战 那这一波是属于 比如说攻防战的一种 所以说每个队伍的打架模式可能不太相似 到了他们的一个舒适区里 以及你看到DKG 随着他们站下的这一个非常关键的妙妙屋啊 新的圈形又靠向了他们 那这一波真的就两个字 雪传 是的 包括我上把非常关注的老干爹啊 是直接运营到咱们的北部 由麦田 这没先去踩住自己的阵地吗 不过看到他在原点高楼上啊 战神剑跟戏烟 也是提前把位置给架开了 你知道老干爹为什么要喜欢去麦田吗 哦 为什么呢 麦田能发挥他们的一个究极无敌宝藏战术 哦 比如说 轿车阵战术 哦 轿车 哦 我想起来了 是吧 上周的最后一半 我觉得他们是搭了这样的一个车阵 然后是去发挥自己的问题 但是K神 诶 它就与众不同 我就要在前面压制一下 影响我打 诶 这个位置的一些对吧 对手 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 这现在的场景有一点点像上周最后的局势 是 这两支队伍他们最终 谁赢下一波团战 能拿到周冠军 但是这一波也是代表着 他们在延续之前一个火热的对峙 我本来以为苏K需要走的 看到战神剑进点的志愿 看来是想再去守一下咱们的一个侧身 从小地图看到老干爹已经在慢慢的将战线展开 而且新的圈形既然刷新到了他们这一侧 老干爹更是要过来清掉你这一个北部若侧边了 是的 因为你拉麦田的话 其实你会受到一些周边的打把 没有什么太好的帮助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三方的混战 一二三三支队伍都在这里 所以现在其实老干爹 你能看到ACT的消息吗 暂时还要谨慎 我觉得秦九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是动手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毕竟你看目前是圈中心 如果打起来的话 大家可能 你不可能说四个人打四面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能会被分掉 所以很灵性啊 秦九他们刚才可以看到 直接撤退到了圈中心的一个低坑处 对 这种战术其实原来的威放特别喜欢使用 那原来的威放现在的一起浪 对吧 也是马上要迎来ACT的这波攻击 是的 哦 这是有故事的 哦 你想一想那波在桥头是谁把谁打了 是一起 ACT打掉了一起浪 是的 那这个时候A6 哦 原来又是酷酷 哇 这两波大局都打了 到底一起浪怎么应对啊 AWM的助攻之下 ACT直接把握这个机会 将一起浪按在这里 哇 哇 这是我见过一起浪 打到现在为止最难受的一波 这真的是很难受 呃 可以看到酷酷 其实在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的展现的隐忍 没有在那个小房去用他的Sky 做出过多的输出 而是最终在捡到了空头 这个至关重要的AWM 作为关键道具之后 结束了他们与一起浪 在本局的故事 是的 但是刚刚这一波结束完之后 圈形一个收缩 我们发现像LK这样的队伍来说 圈边设位比较低的 得赶紧走 哎呦 这去哪呢 这一路穿过去 你说不被扫的话 说不过去啊 如果说是要忙扎到圈中心的一个点位 那最好的位置 其实已经被请求所扎完了 那说白了 他们现在如果要选择这个战术的话 等待他们是一条黑暗的道路 那这条黑暗的道路上 除了LK以外 其实还有NVSGF 这边散兵刚想走 被LK发现 LK现在会摇车阵吗 之前有人帮助散兵去撞翻 别人的车 但现在看起来 火力车摇到了Para Boy的身后 怎么办 是油门拉到底 还是停车反打 停车了 在这个空头旁边 但是四个人同时经过来 感觉Para Boy没什么机会了 对的 但是以自己的有声力量 是把队友送进圈 就别管我 我断后 散兵都是个断后尾了吗 散兵就是说 让他们来舔我的包 来间接的拖延一点点时间 是 但这一波竞争节奏 确实被放了下来 反而是NVSGF 是拉到DKG前面 这个小背坡 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待人的 是的 可以待人 但是就比较怕 LK如果还是想要过来呢 就假如再有一个队撞NVSGF这里 那DKG作为一个高点 是可以这样来劝架的 哦 又是一个坑 又是妖精面临这样的坑 看大将军这个战术 能不能继续实行啊 是的 这次大将军选择的主动了 就是我不埋伏 我先封烟 通过一个单向烟来压 真的啊 达出了他的一个效果 直接击到了0二 严重换手雷 还在继续掐 像的话 AG的位置基本上是被锁定了 打开舒寒 舒寒这个位置侧面 侧面的话 可能会被旁边的枪线劝啊 是的 舒寒现在是AG的第二步 第一步呢 是像刚才九我一样 对大将军进行一个侧面的输出 但是明明顶住了九我之后 舒寒这一手 谁来对付他呢 所以你看到这颗雷 已经捏到了 哦 舒寒 Z9 这就是ELG的后手 对的 我这边是有掩体 而且你看我从这个缝隙里 穿你比较容易 你从这个缝隙里穿我吗 是不是比较狭窄 所以说Z9这边从后置位 是拖延了整个AG的节奏 这个窗口就是基本功了 例如咱们FPS游戏的一个视野原理 当然了 新的圈形之下 我们看到小地图里 并没有眷顾到他们 好像是要给到了ACT以及请求一侧 是的 但这波加必须要打 因为目前我们的一个竞选时间 是已经只有30多秒了 我们看一下 刚刚有位置的队伍来场 4AM啊 DKG也都是被刷出去了 反而说ACT一路啊 你看这长途跋涉 反而是拿到了这样一个 诶 4AM呀还不错 但是像DKG这样的位置 有一点点尴尬了 当然了 最尴尬的是现在 在最靠圈边位置的AG 是的 目前还是把这边战场 交给了AG和ELG啊 但是你看到 久我这边率先往前去拉 明显是不想跟你绞在这里的 是的 要注意一下 AG现在他们的状态不好 所以现在反而于 他们想要做任何的事情 需要比ELG付出更多的时间 对的 Z9在这个厕所呢 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左边又是G的帮忙 这样的话 AG基本上正面是很散的 这个厕所被Z9所利用的 是淋漓尽致啊 对 而且ELG你看到 他的状态是挺好的 这个厕所以后 是不是该有一个新的名字了 哦 Z9厕 那 有点凹凹 是 不过这个时候 你看 H他还能跑 因为他跟ELG就签订了 灵魂协议 两边同时进圈 但是久我这个先行进圈者 反而是被收了 你看Z9这边 可能顺便再收一分 是的 又是用自己的这个存在 为自己的团队 有一个断后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小地图上 好多支队伍都在 这个圈边进行的移动 那相当于 圈边的队伍 反而要受一波 未知因素的冲击啊 因为这个圈边 他没有严谨 情久就很打扰 全部都冲我脸 而且腰气这边是 已经很乱了 你没有办法 能去哪去哪吧 是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从情久的防守部署上来说 未倒一人满边收下 所以他们也是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是的 但另外 你们打亏 你们打这RNG呢 是早就 已经听到圈边了 呃 他想保一下位置 是的 现在其实RNG跟情久啊 就是分别抵抗住 来自于圈边的压力 间接来说 就是在给更圈内部的 ACT和4AM 做个保镖 对 但此时DKG呢 是两面夹击啊 反而NVS curve这边 你看提前是 酷爆一往前面 却踩了一个 竞圈的角度 反而是DKG这边 是左右为难 LK也刚刚好踩到圈边 那这个烟雾弹 能给大家争取 同样的时间吗 是的 因为现在你 所有队伍 想去绕窄圈边 贴到ACT的腹肌 是不现实的 所以对于投掷物的保留啊 大家还需要 说到投掷物 两颗雷的互换 RNG跟4AM打了起来 这是4AM 刚刚进到圈内侧以后 RNG作为原住民 并不想迎来你 这么一位邻居 如果小剑这个点不掉的话 你看RNG这个 肯定是非常吃雷的 他可以继续往里面 无限的投雷 是的 只是RNG 前有狼 后有虎 后面TMG 阿杰 这一颗垫布烟 也是封到了这个位置 判断的很精准 只是RNG也率先进行了移动 你说RNG如果不动的话 这颗雷可能就是名场面了 是 这边继续再找机会 大概旅判断里面 这边是一个小坑 但是位置还是差了一点点 RNG现在面临的压力 真的非常的大 厂上一个无限的刷屏 是三队合力剿灭了DKG 但是他们的分数 也是留在了暂时的第三 很有希望能够保送 是的 但是你看下面的VSKVCT 包括老跟这些分数 都咬得非常的紧 有可能又会上演那么一幕 就是一分可能会决定 你进不进击 分数咬得非常紧 我们可以看到老干爹 现在已经是以一分的劣势 还存活在赛场上 但是差了第五名的ACT一分 所以老干爹 现在竞争对手 还是活在场上的ACT 他们必须要赢过他们 看到这个圈 看到这个ACT 真的是心疼一波一起浪 不过在心疼之余 你看到圈边 让我们心疼队友是非常多的 LKMSKV 包括琴九都在圈边 真的是江山易主 我记得上赛季有一局决赛圈 是AG跟DKG 在现在ACT所在的 这个防区所打起来的 现在已经由新队伍所占据 没错 赛场上没有用言的主人 不过RNG还是比较顽强的一个队伍 其实跟FM两个都在圈边 这一波是打不起来的 但是你RNG的压力 要比FM大 你知道没有 咱们已经从场上局势 其他队伍的近况 积分榜上 描了一大圈回来 RNG依然屹立在这里 这边直到FM又倒人了 所以RNG想发起进攻 但是RNG你屁股是不干净的呀 MSKV要进圈 你这边是选择手 还是选择 这边像素最后一丝丝 想按住3-3的之后 LK这个时候冲击到了琴九 琴九能否像刚才一样 漂亮的手下来 又是个火灵蛇 但是只能吸死一个猜拳 还是让琴九把定位手下来 那琴九今天的分数会 非常的高 这是真的厉害 这个真的是没话说 但是NVXQF说不一定要 我也来了 你琴九能扛一波两波 还能扛我第三波吗 你可手雷带走YSV和FM 这个也是NVXQF 他们也是作为一支 有素养的强队 把握住了机会 是 但这个时候 老干爹不乐意了 你打这么久 怎么没我事呢 那NVXQF他需要 面临什么呢 二次集团 是的 以及RMD他还在斗争 刚才可以看到 阿灿他的淘汰到五个了 天哪 当然了 回到老干爹这里的战场 这个位置的老干爹 就像刚才NVXQF 把握住了琴九 他们倒地的节奏 老干爹也把握住了 他们的节奏 是的 相当于是黄雀 捕了一只黄雀 又捕了一只螳螂 但是这把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人 跟上一把 他是一模一样的禁语 我先不说他是谁 咱们先把这波看完 好吧 老干爹继续打击NVXQF 但是我又是一个手雷 这个位置真的好吃雷啊 那现在就是一个三打二了 但西岩他还要被迫 被篮圈所逼杆 所以现在老干爹 需要先稳一手之后 Suki趴住了 没有被捣带 西岩这边是新一波火力 但是KUBA也完全没有理他 但是西岩这边一波绕侧身 哦 这个相信是谁的呢 注意一下信号值不满 所以很危险 直接被打下了KUBA修 反过来帮忙 二打二之下 GMI作为最后一个人 怎么说 不给机会 好的 那老干爹 稳固住了他们的西侧圈边 是的 但这个时候老干爹 也命令禁圈 看到侧面枪线 应该还是RNG这边 是有想法的 在清掉FM之后呢 选择赌一波老干爹进圈 但是你FM 但是你RNG也没有进圈 是的 老干爹现在就是 载具不用瞅 他们周围有大概 五六七八九十辆载具 但是现在更要想的是 怎么找一个好的位置 去抵抗住RNG 就是你RNG再往前 走进圈边的话 一定受到ACT的打法 就让ACT在那里干着 无聊 没有办法打到我们 反而我要把圈边的分数 给收掉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我非常想跟大家 提的这个选手 我真的一定要给他 重点标记 我现在仿佛已经能看到 童空教练在休息 是自己的笑容了 就像刚刚他在 跟选手们聊天时候的笑容 当然了 其他战队依然 他们在名处 还是要面临着一个 进圈的境地的 是的 在这时候发现 夸修选择了上车 赶紧溜了 这个位置不能待人 这RNG这手感 打得太热了 排名第五的老干爹 作为守门员 以及第六的ACT RNG跟他们 还是有着 一点点分数上的差距的 也就是 风是没有假 包括也没有药 所以说已经是尽力了 是的 刚想说RNG 他今天如果想 保送进前五的话 他这一把 几乎就是要 一定要淘汰掉 老干爹跟ACT的同时 吃下蛋糕 收到最多的分数 但暂时看起来 已经是一个毒狼了 但其实RNG 也是做了他们 所能做到最大的事情 是 这个时候 其实对ACT来说 他是需要判断的 就是说 现在场上看到 剩余七个人 那我们这边是几个 对方是几个 去判断到底 是不是像上马一样 毒狼到底有几个 不过看起来 枪线过去 那应该 第三次的位置 是被发现了 是的 有枪线吗 是 现在见到大家 间接地判断一波 现在对场上 人员信息了解的 最完善的应该是ACT 因为大家看到 一共剩七个人 四支队伍 四支队伍他们不知道 但是ACT通过 自己是满边 场上的枪声跟车声 来自于四面八方 应该能判断出来 其他人都非常散 自己有三个人很多 大概能预算到 应该是三个队 我觉得这队 选手来讲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山智 这一把跟上一把 作为毒狼 它的地域是不一样的 以及可以看到 酷酷刚才创下 奇功的这个AWM 场上他们的敌人 不多不少就是四名 他手里的马格南子弹 不多不少 正是四发 你知道满边队 最怕的是什么 三人编辑最怕的是什么 他剩下的人 联手起来打击我 就比如说我在打A的时候 B这边直接出手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ACT来说 如果能够利用好 手里的装备 率先的发现毒狼 不给机会 直接用酷酷手里的 这杆大局 一枪见血 或许就是一个 很好的决策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 圈形是把防徐刷走了 把老干爹 刷进去 所以说这个时候 ACT需要下坡 需要离开 他的这座坚固的堡垒 是的 所以说同样的 ST的杉志以及 RNG的阿灿 他们也需要离开 是的 你说他们会不会动手呢 你看已经发现杉志了 所以这一局 因为圈形的离开 杉志被迫地 迎来了场上 现在人员最多的一支队伍 但如果杉志拖延了ACT的话 他是非常亏的 所以现在ACT非常要 快速解决了杉志 就是这波peak 叮当 血量被打得 不是很异地响 现在杉志其实 反打跳了叮当 怎么说 还在往底下走 无论最终杉志 能否收到分数 但是他们拖延了ACT的脚步 对的 这个时候ACT竞选时间不是 你看一秒钟竞选 那怎么办呢 首先老干爹刚刚也是出手了 这个位置只要架好的话 基本上贴你脸 你说怎么贴 除非你开个车过来 就不保证我把你扫下来吗 说到车 这也是老干爹 现在的一个经典技能了 他们的这个车阵战术 也是发挥了出来 这时候就看ACT在拉近的时候 阿灿选择干什么了 阿灿这边是没有投的 他挺容易被打的 以及Suki 现在的生命值 有一点点低 那这个暂时这个血量这么 哦 已经打回来了 暂时还是ACT的枪线最完美 是的 两边都没有管到 阿灿那个位置 他还能再往前去点 就看ACT这边怎么挡 三打二 老干爹毕竟人数排第二嘛 站在名处 所以现在是老大打老二 老三呢暂时待着 观望场上局势 应该两边是没有烟了吧 所以说侧面枪线是不好封的 只能强行地去跟对方打一个机会 是的 没想到咱们的超级 超新新解说 再次回到咱们的这个赛场上 还是依然的有猫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连续摆头的动作 代表他的这个身法 依然是非常矫健的 不仅最近磨练了嘴皮子 在这个手活上 也是一点都没落下 这个时候阿灿心里就期待 哎 有没有别人帮我一下 不知道阿灿有没有盖到这个信息啊 库库一个人单拉到了一点 他的这个身位 肯定是不知道阿灿的存在 所以现在对于库库来说 最危险的就是阿灿 对 在看阿灿谁能发现呢 场上谁是高点 没有什么高点的 就是说看阿灿 看心情怎么出手 看到谁打谁 阿灿还在匍匐 他还在等个最好的时机 争取更高的名次 哎 库阿修先打阿灿吗 先发现了阿灿吗 那这个时候ACT 有没有感觉到 OK 已经有了一个淘汰信息 但是库阿修最后一点点信号值 没有权限了 让我们恭喜这一局 ACT拿下的蛋糕 这把的话 看到在蓝圈拉到脸上的时候 老干爹非常清楚 我离开这个石头 加这个载具 就意味着我要给ACT多这么两分 所以他们到最后时间 还在用枪线去压制对方 包括在最后那么零点几秒的时间 他发现了阿灿的位置 并且把他带走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来 对老干爹来讲就是 已经尽力做完自己能做的事情了 是的 相应的对于ACT来说呢 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拿到了优势防局之后 步步为营 他们四个人的数据 在这一局其实是很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